出海域跟踪。8000吨核潜艇掉头直接撞向美军。130名美军官兵差点位于。 核潜艇常以鱼雷和导弹作为武器,可在和平时期,贸然向对手发射鱼雷或导弹,就意味着要开战。 有没有一种方式在和对手对峙时不吃亏?当然是有的。 俄国军人在对峙过程中,向来动作比较大,能动手绝不吵吵,或者是先动手,后吵吵。 反正在对峙过程中不能吃亏,至于后续的是以后再说。 这一方面美国人应该深有体会,明明自己装备占优势,可反被俄国人折腾的呜呼哀哉。 看来,在实际对抗中,不应该光看表面数据,更应该重视人的作用。 当然了,不靠装备并不是说蛮感。 其实,俄国人很懂得利用自己的长处进行对抗,就拿对外军贸来说,俄国人擅长喝烈酒,所以在宴会上经常用烈酒来压到对方,从而取得势器上的优势。 但是,这一点硬度应该是体会最深的。 在武器装备上也是一样,美国人的装备很多技术都比我强,但只要我有一项占优势,那我就扬长臂短,充分发挥优势。 就拿俄海军潜艇来说。 实际上,到上世纪80年代末,美国人的核潜艇技术上已经超过了俄国,这种差距在90年代被进一步拉大。 无论是潜艇性能,还是电子设备等,美国人无时无刻不再挑战,甚至可以说是压制住俄国人。 但俄国潜艇有的长处,就是坚实耐用。稍微少点吨位的潜艇都采用双壳体设计,坚固耐用,抗沉力极强,当然,潜身能力少也比美国潜艇强。 1992年,俄海军8000吨级的K-130号潜艇刚出港就被美国潜艇钉烧了,艇长多次尝试摆脱都失败了。 这位老艇长相基地简单汇报了情况后,就下令掉头撞上去。反正我又不发射武器,撞上去大不了算个意外。 随后,一声巨响,两艘潜艇在海底发生激烈碰撞。 其实,这位艇长很清楚,我的潜艇是双壳体,吨位大,皆是耐撞,而且我用最坚固的指挥塔撞你。 结果,俄国潜艇损失不大,还能继续安全航行。 可这下美国潜艇受不了了,艇体严重开裂进水,差点就交代在海里,最后还是通过紧急上浮财宝注命,险些让艇上130多毫美军官兵去深海卫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